今天您不能不知道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中部地区的水情持续吃紧 台中苗栗两线市 包含了部分彰化地区 将在6号凌晨开始 分区进行限水公五停二 预计影响到的用户是106万户 包含了美法业还有餐饮业 对于这些用水需求大的行业 也纷纷地调整了他们的一夜作息 有些本来是全年无休的 现在被迫要排工休日 甚至有的业者停水期间 久不提供洗法 希望能够把影响降到最低 打开水龙头 清水冲去大量泡泡 这间美容院一天至少要替30位客人洗头 用水量相当可观 这个行业水很重要的 需要大量水 所以我们本来就有自备的水潭 中部水情持续吃紧 苗栗台中和部分彰化地区 将在6号开始 分区进行限水公五停二 就怕水不够用 原本全年无休的店家 被迫排工休日 营收势必受影响 基本上为了配合政府 当务之急我们就是先 礼拜三公休这样子 分区供水将6号凌晨展开 自来水公司在台中设置了 338个临时供水站 苗栗55个 北彰化地区45个 也陆续出现民众前来 提水备用 避免生活日常受影响 就是不方便 没水还是会不方便 没有下雨没办法 老天爷就不下雨 就喜欢老天爷赶快下 就比较 就不要这样子在限水 另外在苗栗地区 也是首批限水限市 民众也急忙备水 甚至有美法院决定 暂时不提供洗法服务 避免无水可用 而部分彰化地区 也被列入限水区域中 有自助餐业者无奈 刚好周一菜商休息 星期二才会大量净蔬菜 但却停水无法洗菜 只好贴出公告 将原本固定星期六休息 改成星期三休息 这个青菜 叶菜类 因为都要洗三次 连停两天 造成我们非常大的困扰 不论开门做生意 或是民众的日常生活 是不是都因为 限水变得不方便 大家都期盼 老天爷赶紧降下甘霖 让这一回缺水危机 早日结束 记者张细节 林霜 梁吉祥 戴容茂 苗栗台中彰化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